吸毒成瘾要不依赖不断使人的身体健康受到危害,其实最严重其实精神上的摧残。 许多年轻又为的青年,变得一个个疯疯癫癫的疯子,其实就是毒品对人最大的伤害是精神。 特别是现代新型毒品,对神经伤害特别大。 曾经有一位海洛因吸食者,为了解除海洛因而吸食病毒等新型毒品, 结果导致人变得疯疯癫癫,状态还没有吸食海洛因时,毒瘾不发作的时候好, 最后靠在及时节度,恢复了一点,但是神经恢复还需要很长, 如果倒是它晚来一点,可能就变成白痴了。 毒品为什么是白痴药?对精神有什么影响? 现代新型毒品找基本病案,马骨,K粉,脚头娃等,会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, 会对大脑神经细胞产生直接的不可逆的损害,导致疾慢性精神障碍, 有迷惑作用,不含毒性,吸食后呈现健康,性欲抗尖脏生理上的反应, 甚至容易将隐私说出,患有心脏疾病者服用后,可导致修和或忽然死亡, 成隐性很强,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,对精神的损害, 主要表现为多于不安,焦虑过敏,思维活跃但难以深入思考, 有些来个最具典型的精神病性症状行为, 极长时间反复重复毫无意义的相同动作,也不厌烦, 如一直不停的秋发,巴尔等等, 过量使用还会引起幻觉,出现被害妄想,追踪妄想, 几度妄想,以及唤清的病理性精神症状, 如此对脑神经伤害,最终变成一个白痴。 不要以为新型毒品吸食者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, 就觉得没有什么危害,甚至一度戒毒。 在此刻别说明, 一,先行毒品的精神伤害巨大, 不要数人诱骗轻易尝试, 二如物息时,请及时进行解读。 不要详细谣言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